先讨论到 我们是0 这个potential 我们是0 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它是无穷多项 L K 也是从1到 到无穷大 L也是从1到无穷大 这样子加起来以后 它可以满足 边界条件 可以满足 边界 0 YZ 是等于 V0 YZ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里头的X 变成0 然后 这个加起来要等于 这一项 然后这个就等于1了 那么就剩下 K Y 跟Sine LZ 那现在我们就要决定这个 常数是什么常数 那我们现在就把等式两边 因为它都有这个东西 Sine 我们就乘成一个Sine Sine 那么这个K呢 我们就令它等于N 这个 Z我们就称它 L我们就是用M 然后我们再积分 等式 N Y 好Sine MZ 两边都成这个 然后 积分 对X积分 对Y 对Z积分 那么这里头的N跟M 是任意的整数 好 现在我们来 积分 左边 好 这是左边积分 那要等于右边 也成这两项的积分 然后这个你看 都是这种形态 通通是这种形态 很好机 那我们就 左边 KL 我们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 经验 K如果不等于M的话呢 那这个积分是零 L不等于M的时候 积分是零 那只有K 等于 只有这个 K等于N L等于M的时候 这个积分呢 才会有值 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KL 现在我们就把它换成 N M 已经把这个积出来了 我们左边 就是这个 那右边呢 是 这个 还不能积分 因为 你这个值 不晓得是多少 你这个 这个值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我们呢 就暂且 左边先挤出来 右边 我们再来想办法 那当然这个 CNM 就把2π 这是平方 把这一项 除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说 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晓得 它跟YZ的关系 你没有办法积了 那我们现在就 假设 一个最简单的状况 就是说 如果 V0 YZ 它本来 是说 它在X等于0 这个平面上面 V0 是跟Y跟Z 有关的 不过它没告诉我们 跟YZ 是什么关系 我们就假定说 好 我们先做一个 最简单的 如果等于V0 就是通通是常数 跟YZ 也无关 这个是一个 Constant 那我们就可以 把右边 这个 积分 积出来 C N M 我们把这个 除过来 就变成这个 V0 提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 Sine NY DY from 0 to π 然后这是 Sine M Y DY from 0 to π 那这个都 很好记 对不对 这个很好记 我们说 这个 N M 如果是0的话 如果是偶数的话 积分以后就变成0 如果不是偶数是积数的话呢 积出来就是这个 CNM一旦决定 我们就知道 这个金属管内的电位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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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0 π平方 sigma N 等于 out number 然后 M 也是 奇数 好 这个是等于 exponential 负的 N平方 加M平方X sine NY sine MZ 好 这个时候 分母是N 乘M 哪一个 这个 Z 这个Z 哪里也错了 这里也错了 OK 奇怪 我怎么会看成这样子 这里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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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这里没错 我的眼睛现在有问题 眼睛有问题了 好 这个 它一定要满足 Y 是0到π之间 Z Z 也是0到π之间 它这个任意值 不是真的任意值 而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个任意值 这题我们就解完了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迪卡尔坐标呢 就 用这几个例题 送给各位看 接着我们就要看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